黄景瑜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发现还是来时的路最好走 当年和许卫舟不仅在剧里各种柴绵 剧外花絮也是各种贴贴 时度大到快笨直接播不出来 后来辗转多个兵种 和女生搭戏CP感不多 但跟男人简直一搭一个准 和小甲就不用多说了 遇上内鱼打击 黄景瑜就被迷糊了心智 电视小狗撒娇技能拉满 哥哥哥 这是沙漠 沙漠 哥哥哥哥哥 我求你你让我还一会儿 我让你玩 各种肢体接触 你永远可以相信柴鸡蛋严选 而现在和王子齐的心系 我愿称之为破云乡村版 操汉警察和警校毕业的大学教授 厚着脸皮请他当行真顾问 一声声顾老师 叫得跟调情一样 顾老师 顾老师多年轻的 我七零的 比我还小两岁 哎 顾老师 你把你乡的拿来吃什么 吃我下 看到别人和他握手 瞬间吃醋 我一人 你好 你好 警队吃花 张雪瑶 警队大吃花啊 你控着点 试探性的挽留 结案之后还会华州吗 赶我走啊 咋不是独你呢 有些CP不用营销 往那一站我就知道怎么可 王子齐一闭眼 这小味挠一下就出来了 一个紧紧盯着对方双眼 一个害羞转头偷笑 贴近清秀 再加眼神对视 黄景瑜你不要太会了 就连公主抱也整上了 还在片场手牵手健身 这是指南能想出来的健身方式吗 果然 黄景瑜还是喜欢男人的时候最帅 不愧是弯在码头里永远的一 所有男生在他身边都要自降零点五 我喜欢零 黄景瑜要不你还是别上岸了 又叫鲸鱼 当年又以顾海出道 这是老天爷赏海给你下啊 留给你的冰种是不多了 但留给你的海域还很大 对你一直都在爱上的航空 对你 对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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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